作者 无花果 编辑 蜜儿 8月 聚集市场继续被古装剧占领 杨子 张婉逸领衔的长相思开局 及点燃各种混搭CP粉的热情 史上最惨女主的另类人设 也让长相思续上了6月长风度 7月 玉古瑶安乐传的热度 连续多日稳居猫眼 灯塔 云和热度榜第一位 爱奇艺的武侠剧《莲花楼》 和时隔四年回归的《大宋少年之二》 相继开播 悬疑探案仍是拯救武侠的一味良药 然而热闹的同时也不乏其他声音 包括老生常谈的古偶剧 同质化剧情 装造及演员搭配上的缺乏心意等问题 尤其在去年的《苍蓝爵》效应对比之下 今年的顶流加S级古偶IP均呈现出 待爆不爆的哑火状态 另一边 网络流传广电新规 剧集集数不得超过40集 如分上下部播出 间隔不得少于一年 也给体量庞大的S级古偶剧 加上了一道限制 6月在B站播出的14集短剧《古香斯曲》 拿到豆瓣8.5的高分 以小博大的姿态 似乎给古偶剧指明了一条新路 继选一剧 都市剧变短之后 靠拯救苍生和三生三世格局起家的古偶剧 是否也该到了进一步血减级数 清装上阵的变革点了 古装长剧已成过去式 2020年 广电就曾提倡不超过40集 鼓励30集以内剧目 推动解决剧集注水问题 但不少古装剧由于剧情过长 为保证剧情完整性而分为上下部播出 例如2021年的周生如故 一生一世 被拆分为古代片和现代片播出 开启了一种折中的新播法 2022年 三部S集古偶剧纷纷效仿 分别是沉香如蟹和沉香重华 新汉灿烂 月生沧海 与君初相式恰似故人归 上下部加起来均超过40集 且无缝衔接 几乎与超长剧集无异 不过从今年播出的剧看来 长剧变短的要求已经开始被严格执行起来 不容有返还的余地 长月静明 长风度长相思 玉谷瑶莲花楼都卡在了39集或40集完结 新规定表明了对剧方花式扩充集数的严防死守 如网剧 电视剧 原则上不能超过40集 一部剧不超过45分钟每集 不允许一部剧拆分上下部 多集等手段规避集数要求 原则上不允许上下部 两季剧集短时间连续播出 一定要播出的话 两部剧开播间隔时间不得少于一年 虽然这一规则并不只针对于古装剧 而是对于所有水时长的剧作进行规范 却对靠沉浸感吸引受众的古装剧限制最大 像早期76集的甄嬛传 81集的米月传 87集的如意传 和58集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短时间内在难在银屏上出现 以获得高口碑的古香思取为理 所短集数考验的 是剧本创新和每个环节的用心程度 倒逼制作方在创意上做文章 在短时间内让观众感受到信息量 并对于角色产生认同感 而不能仅仅依赖大IP或演员的原始流量 称场面 古香思取的逆向穿越设定 单反摄像以及清新滤镜 都是其可以宣传的特色 其中张亚青饰演的深陷淋雨的皇后陆渊 还收获了不少点赞 引发了一轮二创热 在此之前 张亚青的代表作是 中小成本的少年油脂一寸相思 古大流量明星 突出创意人设 极数短的古偶剧 溢出黑马 其实在前几年就已经显现了 2020年的填宠剧 传闻中的陈千千24集 2021年的古装探案剧 一四小五座 36集 两部剧都不到40集 都出现了一小博大 剧捧人的情况 同时也把女尊题材 体制内男友等话题 推上了风口浪尖 正热播的王卷编剧的续作 大宋少年之二也只有27集 比第一部42集 减少了15集 并且大宋少年之二 还同时登陆了 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 比起第一部 在青春进行时剧场周播 又进阶了一大部 别想到 芒果今年推出的短剧场 季风剧场 可见电视台与网络平台一样 对于精品短剧集 有迫切需求 今年年初接党狂飙的显微镜下的大名 虽不是古偶剧 主打悬疑与历史 也挑战了14集的短集数 其中的主演张若云 王阳 七围 费启明都是年轻观众所熟悉的演员 该剧在不靠强情节 和强情感浓度的情况下 拿到了豆瓣7.8分 后来又被北京卫视 购入播出 尽管播出期间 存在卖热现象 但回头看来 显微镜下的大名 在二月网络热度值 仅次于狂飙 证明 还未广泛普及的古装短剧 大有可为 古偶剧等待脱胎换骨 近几年在各家平台降本增效下 中小级别的甜宠剧瑞姐 SG古偶剧 仍在消化十年前 甚至十几年前的大IP 在相似的古偶文本中 保证统一的宿命 虐恋内核 在进行为创新 是大部分制片方的保守方案 于是就产生了不少观众吐槽的 流水线古偶 其中仙霞题材的变化最小 比如在玉谷窑中 就能明显看到 花千古的高冷师尊 与娇俏女徒弟的角色模型 仙怜代替了仙霞呈献高田 和高虐两种形式 香蜜沉沉静如霜 星落宁成堂 长月静明 也是一脉相承于三生三世的架构 上神与魔尊的对质或相爱 有转世投胎到幻化神世 剧集变着花样 让男女主经历几世纠葛 万变不离其宗 即将播出的七世吉祥 更是将三世扩充到了七世 将这一模式推到极致 武侠剧 则经历了融合热血漫画感 或者回归古朴式武侠两条路径 前者如年初的漫改剧 少年歌行 就获得豆瓣8.2的高分 前些年的《斗罗大陆》 和《斗魄苍穹》等剧 用男主升级打怪的爽感 代替了强情感浓度的严情色彩 目标受众 自然也走差异化路线 2017年的《射雕英雄传》 是后者的代表 今年的《莲花楼》 《云香传》 也将古早武侠剧的画风 带了回来 《云香传》 效仿狼野榜 主打古仆的江湖奇谋 和智侠设定 《莲花楼》 则相对武侠感更强 《大宋少年制》系列 是同时融会了武侠 青春励志 裙相 悬疑 热血曼等多重元素 第一部横空出世时 曾凭借极具独创性的人物 和画风 令人眼前一亮 古装原创剧本的稀缺 也令其收获7.8的高分 同时 《王眷编剧》的《庆云年》 斗罗大陆 也都收获了市场的良好反馈 解救古装男平剧的重任 一时间落到了《王眷头》上 但万众期待的《大宋少年之二》 始终还是差一口气 七摘小团队开局便进入丧富 被捕的低贫模式 加上副本吸引力不足 虽然维持住了原有人物设定 和不断反转烧脑的招牌剧情 保住了原有口碑 但仍然是难以破圈 在热剧环似的暑骑党 热度始终没能冲进前三名 而网络上线日 距离台播日 中间相差十天的播法 也无疑会对收视率产生影响 高颜值不再是古偶剧的万能灵药 除了《大宋少年之二》外 今年暑期党的几部古偶剧上线之前 不乏高期待值 但能让人有从头追到尾的冲动的 仍在少数 去年苍蓝觉得高开风走 并没有出现在今年暑期党的古偶剧身上 无论是长风度的男女主双成长线 真情旅打 玉古瑶的高颜值 顶流炸场 安乐传的双顶流 加机制大女主设定 还是长相似一对三的混搭 CP看点 流量型演员饰演的角色热度 通常遥遥领先 开局话题度飙升 但对于整部剧来说 都只能支撑一阵的热搜 粉丝限定的可能性 大于自来水安利与讨论 其实纵观近年来高口碑的古装剧 如古相思曲 云相传 大宋少年制 遇刺小舞作中 女演员的表演模式已然翻新 区别于大部分古偶剧里的变相傻白甜女主 周宇童 苏晓童 张雅清的表演风格 更加偏向于内敛 平稳 不急不躁 又如知痞中的女主 明兰 更多是凭借内在的魅力 征服男主 古灵精怪兼外放性格的主角 欢喜冤家的老路线 已经无法再让新一批观众产生共鸣 成年人的恋爱正当时 近几年 其他类型剧集都因演技派的加入而大放异彩 明场面与路人盘奏增 甚至形成全民追剧效应 现实主义手法的流行已经无需赘述 而大ID扎堆放送 真爆款却寥寥的状态 也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从拒绝古偶丑男到如今 对高颜值实之无畏 古偶剧等于颜值经济的定论 似乎也正在被动摇 不分题材 去除滤镜 观众期待的是更加有心意和诚意的剧本 更加精简的时长 以及贴近大众心理年龄的职业演员 而当下的古偶剧需从世界观 身份设定 情感浓度 相处模式 世俗差异等多维度进行翻新 毕竟 比起没完没了的拯救苍生 观众即需要看一场接地气的恋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Ramsen 是 是 是 感谢观看